我老家是贵州的 贵州村英文殿 然后在那边扑到大班 扑完大班以后 四处漂泊了 之前还经过残销呢 老礼服了 残销经历啊 残销经历呢 到现在都记忆有心 怎么说呢 那个 我一个朋友 一个发小 发小 然后他说他那边 怎么管仓库 活特别轻松 然后一个月 花九千块钱 啥也不干 然后 然后还什么时候 想休息 想休息就休息 然后给我忽悠过去了 忽悠过去了去了 一看我靠 所有人都打地铺 去了一看给我震惊了 所有人打地铺 而且里面的人啊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每天起来喊口号 这样那样的 但是他们就属于是给你洗脑 他们说有一套东西 嗯 你就像就是你卖那套东西 卖了六六多少钱 然后 但是他实际不是卖东西 就是让你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骗过去 都 都过去搞传销 然后又让你交钱 这种特别离谱 然后当时我觉得 你看 哎不行 我赶紧溜了 之后就跑出来 跑出来 进了一个月厂 然后赶赶赶赤 就到了上海了 你怎么跑出来的呢 当时他们不限制人身自由 他们纯给你洗脑 他们因为当时有我朋友在那边忙 从那也没做到事 就在那儿待几天听几天 然后一整套课程下来 五六天的样子 五六天 对 他五六天的样子 他不让你多问 想多了解点 他不让你多问 他每天给你讲固定的东西 我都说多了 他你理解不了 五六天还是五六千 五六天 五六天的培训 对 五六天培训 培训到最后 投钱买我们产品 然后你就算入费了 入费了之后 再把你的朋友带过来再买 这种什么等级制度 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 反正我一听就觉得很离谱 也没上当 直接最后 他们不限制人身自由吗 那给你洗脑 如果成功的话 你就自认留下来 不成功的话 你要走 他们也拦不住你 所以我就走了 留下的人多吗 留下的人挺多的 留下的人 我搞不懂那些人 为什么那么心甘情愿的 留下来 我靠 这很容易就看出来是传销 但很多人就是心甘情愿的干 可能始终做着一个发财梦吧 不太实际 反正我是觉得不太实际 很多人还是很愿意相信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们的 反正我是跑出来的 它是直销还是传销 他们说是直销 但其实就是传销 就是那一套 具体卖啥你还记得吗 具体卖化妆品 两千九百多一套 两千九百多一套 但没有 他们虽然说是卖化妆品 但是没有那种实际的东西 就是一个 噱头 然后说是化妆品 但化妆品给不给你 都还是回事 你先把钱交了 当时我走的时候 那个主任啊 他们不是一个等级吗 什么主任 厨长 经理 然后老总啥的 分好几个制度 好几个等级 你们慢慢往后晋升 这样那样的 最后 那个主任 我都要走了 我都上车了 还在给我洗 还在拉着我洗 我不听他的 我直接跑出来 你在里面待多久 在里面待了六七天 在六七天 管事管住的 待了六七天 也还好 没给你 没有说 没有说打米啊 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就每天 就感觉里面行为很怪异 每天喊口号 然后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 听不懂是吧 听不懂 然后就撤了 那些人进去 一看就知道是不行的 那东西搞不得的 就是违法的事情 传销这东西很害人的 很多人没啥文化 进去被骗了 那时间自己的青春 时间都被耗在里面了 那是吧 那个传销这种危害特别大 我看里面有很多人啊 就我出来 我没被洗脑 还好一点 很多人就被洗脑 觉得很彻底 就一直在里面干 一直帮他们招人 就是人拉人拉 传销就人拉人拉 一直他们深信不疑 一直很相信那个东西 人到现在了 还在里面干 不是很理解 不是很理解 但是确实有人就 就是这样子 你的学历帮助了你 也有一定帮助吧 可能说读了几年书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如果说没读这个书吧 那肯定 可能就被忽悠了 很相信 对对对 它里面有很多 逻辑不符合的地方 就是能看得出来 确实读电视还是有帮助的 是致病的 Close affair 怜